把这一行杠掉 那你可以把这一行删掉没关系 然后复制一个 因为我要保留旧的 所以我复制一个叫批次 那我只有多增加一个 for i 等于1到16 然后把 width 放里面 nest 其实也可不可以跑 可以跑 但是会变成怎么样 它会一直怎么样 旧的 就是第一次下载 它会一直放到右边去 然后一直挤过去 一直挤过去 一直到 就是后面的资料 所以它不会把它盖掉 但是它会一直往右边移动 可是这样子虽然有把全部资料下载 可是还是很麻烦 不过其实这样已经算不错了 你可以再写个层次怎么样 全部再把它慢慢接在下面去 对不对 可以啦 可是 与其这样子倒步 你下载的时候 就是直接让它一直往下放就好了 可是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要想方法 其实方法都是自己动动脑筋想出来的 其实有些都没有标准答案 自己想到一个好方法 那个 但我的方法不见得是标准答案 可是至少是可以跑得出来 没有问题的答案 所以给各位参考一下 第一个 重新再开一个工作表 我们重新来过 如果说呢 我希望能够怎么样 跑个回圈 那可是问题哦 我不要一直放A1 那我要怎么样呢 当他第一次跑的时候 放A1 那之后的话呢 就让他一直往下 到最下面一列 的下一列 因为最下面一列刚好是他会盖那一列 所以我程式这边可能要先做一个判断 所以FOR回圈这边 你就在当他进来的时候 你先做一个判断 判断什么呢 如果 第一次跑什么情况 第一次跑你可以观察一下 第一次跑的话 会有什么情况呢 里面都没东西 但是我的习惯是 如果呢 其中一个储存格 假设A1 A1里面是没有东西的话 那表示他 其他也没有东西 所以我就用这个逻辑 那A1的储存格的话 就是其实Range A1 如果他里面没有东西的话 就是等于空的 这样子 表示他里面没有东西 Zan做什么事情 Else 做什么事情 然后end if ok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A1里面呢 没有东西 表示他是第一次执行 那我就把这个地方 加一个R的变数 我自己取个名 列嘛 等于1 那反之的话呢 因为你已经下载过一次的话 那A1一定会有东西 那有东西的话呢 我就R等于什么 R等于 从A1向下追踪 那我想这个前面写过了 写过N遍的 向下追踪的话 就从A1 帮我向下追踪 and 然后呢 xl down 向下追踪到的列 ok 加1 为什么加 因为追踪到的下一列 ok 那再把这个R怎么样 放到这个E把它盖过 那因为刚好你会发现 它刚好也是一个自串 一个火车嘛 那它刚好是在最右边 所以这个做法跟刚刚好像有讲过 不用串两边 只要串 右边就好了 那串的方法把E delete掉 空一格 and 空一格加一个R 写完了 这样应该可以看懂 我是觉得好像有些同学 还是要再适应一下 不过其实慢慢你看久了 好像就慢慢变得很正常 刚开始可能还不太习惯 如果右边这样就写完 应该可以看懂 所以基本上我们增加了一个page 哪一个page ok这个第二个变数是一个R 好了程式写完了 ok那再来的话就是run一下看看 他会不会按照我们的想法 去跑我们要的结果 ok 所以那如果你没把握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射中断点 比如说你可以在这边射中断点 或者是说你你按F8慢慢跑 我不用按F8好了 F8就足航 那forI等于E 所以他现在E 那里面是不是空的 是空的 他跑这边有没有 R等于E 过来之后的话他就去下载 所以第一页下载到A1 然后往下 不过你会发现底下这一串 这么多 其实跟各位讲 这边这么多行 其实只需要里面的三行 其他三调都没关系 但是我先不要讲 因为慢慢来了 因为有些东西 其实为什么我知道那三行留下来就好 因为我试过了 这些答案都是自己试出来的 没有人告诉你 而且还要去参照官方版的说明档 还要去K它里面的说明才知道 OK那待会再讲 那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它跑跑跑 跑到哪一行呢 web table指的是第五个 网页里面的第五个表格 然后呢format 最后这个refresh就是把资料抓过来 抓下来 对不对 那再来的话呢 往下 那下一个就是 再去抓 因为现在A1里面已经有东西了 所以它会怎么样 向下追踪 追踪到哪里呢 102 所以Ctrl向下 到这里 对不对 102 主要是101加1 那再来的话就是再往下抓 第二页 所以这边都一样 R的话就是A 所以拼一个100 所以A102放在这边 所以基本上往下抓 看看如果这个地方如果成功的话 那表示OK 有没有发现下一个就出来了 然后其他的话应该都一样 所以我就让它全部跑完 所以它会一直跑跑跑OK 然后基本上的话呢 就第一页 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好看一下 往下看一下 第2个出来了 第3个出来了 第4个也出来 不过当然这个是宽度的关系 宽度把它拉宽一下就好 你可以用Auto 那个Column Column 10物件 点AutoFits就可以 自动调整栏宽 这样子的话呢 它等于是Ctrl向下 全部的资料都通通下来 OK 应该可以理解 但是呢 当然当然还有一些不完美 不过我们可以慢慢再来 第一个就是宽度的问题 不过这个可以慢慢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那这边我们要发现 第一列已经有了 可是102也有 底下还有没有 还有 所以可能要解决的 应该算第一个所要问题 就是把多余的蓝删掉 这叫蓝名 多余的蓝名列删掉 OK 怎么做比较快 当然你不是按右键 自己慢慢在那边删吧 那等于只有做一半 第二个问题 就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它的那个就是中奖号码 它并没有把它分开来 而是放在一个储存格 那你这样以后统计怎么统计 这个麻烦吧 对 我们刚刚是一个range 储存格里面放各自的 所以第二个问题是 怎么样把它切割 切割开来 切割开来 那你要写VBA程式 或者还有个方法 其实资料里面有个叫什么 资料剖析 那其实这个功能就够了 所以有些程式不会写 里面有功能 你可以录制聚集把它拼进来 就OK了 所以解决这几个问题之后 那下载下来的东西 就会是完整的资料 那我们就可以再延续今天讲的 比如统计 从历年来大乐透号码 1到49号 哪一个号码开出的几率最高 你就等一下就会有答案 另外的话呢 那马上可以显示出前七名的号码 那前七名的号码如果有的话 等一下应该那个奖券好像应该还没关吧 如果路过的话呢 去买一... 没有开玩笑啦 真的就中了 OK 那你就可以去分析啦 就是最后可以得到一个结果出来 那今天我们主要目的在这里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1就是把聚集录制完 2的话呢 就是改为批次的 3就是这边做一个逻辑判断 这个逻辑判断是我想出来的 反正那个A1里面空的 那他就是1 就第一次 反思的话呢 那他就是向下追踪 加1 把这个R改一下 OK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针对 所以看得到了这个问题 逐一的解决之后 那我想 这就是会是一个 一键按下去 自动全部的资料都download 下来的一个 一键完成下载 所有大乐透利时资料 的一个VBA爬虫了 所以基本上的话 这个爬虫是算蛮简单的爬虫 而且花的时间不多 但是绝对是可以walk的 而且这个程式是你自己写的 以后如果说 逻辑上有什么改变 比如网页上 规则有改变 没关系嘛 反正你自己再改一下程式就好了 反正这些东西弹性 非常的大 你也不用去靠别人了 那一样的类似的规则 你也可以去抓 别的网站 只要是规则类似的话 通通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把它抓下来 好 好